哇 公子 今晚的夜空好漂亮啊 漂亮的夜空 才配得上小爷帅气的夜空 走 到前路看看去 走你 公子 再慢一点 小爷我可是归心自见的 公子 那边是什么地方呀 莫非到了安国的黄州城 这离家不远了呀 如果是黄州 那我还可以去看看万玄那冷处男 走 去看看 公子 说了别慢一点 目前打仗的只是南州 黄州并没有战士 哪来这么多难民 救命啊 什么 冰大哥 求你们放过我们家英子吧 我求求你们吧 我求求你们了 他才十四岁呀 还是你的主意好 窝棚大的都是些大户人家 姑娘不干农活洗皮嫩肉 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 不但没有茧子 还真香啊 你们这帮亲手大蛮族没本事 只知道欺辱自己人 你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欺负自己人 怎么了 你当我们是叶家军 那些吃力不讨好的蠢货吗 想要你爹活命就配合点 否则杀了你爹 我们招要玩你 把他给我滚起来 谁说叶家军 是吃力不讨好的蠢货 是谁 是发少爷 发少爷救命 真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救救我们家英子吧 求您了 朝廷要饭 别敢出来招咬 让我杀了你在慢慢玩你身边的小萝莉 死活补了五千两 这可要比抢难民要来钱呢 谁敢动我家公子 我大夫就动他 看招 兵动三尺 动不了了 姑娘 没事了 谢谢八少爷 来来来 醒醒了 不必客气 大约不要再捣蛋了 小女子谢过八少爷就 啊啊啊 啊 八少爷 我去披件衣服 好 你去吧 马上我有话要问你 此女居然有林根资质 才是三里根 这个玉剑 你拿着它 入城找黄州万家的万玄真人 如果找不到 就去官府 问黄州万家的位置 八少爷 您是好人 不要给我发卡呀 啊 你的资质还不错 是三里根 有机会修炼仙术的 八少爷 您还不知道吧 叶家 已经遭难了 你说什么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反贼叶浩然 与子叶威 勾结完族 拥兵造反 处于满门抄斩 亲子 亲子 弟兄们快 人命关天 是 是 快 弟兄们快 拿起武器 救出叶将军的家政 叶明 你们这群残兵败将 善离之手 怕不是反了 叶文 老爷对你百般爱护 你竟敢残害家人 真是禽兽都不如 弓箭手准备 将这些反贼 就地格杀 八少爷 您可要为我们报仇啊 叶将军 把我离给 刘某来护你了 乔 杀 损 杀 小五 是 什 什么 柳长青 你们进阶死定了 那个蠢祸夜空不在 这里 就是我们的天下 放马过来吧 受死吧 叶将军有莫蒙回 是龙 那是八少爷 八少爷 八少爷 这帮畜生就是血洗叶府的凶手 王救我放过我的孩子 不要我的孩子 不是 你在哪里去救我 你们这群活蛋 全都给我去死 八八少爷 八帝 二哥进陈姨娘 欢迎你回来 叶文 快说 我娘在哪 怎么 愁齐了 叶空 杀了我 你能找到 你那个丑八怪娘去 去死吧 雕琢小姐 叶空 叶空 你就这样的本事吗 叶文 那家伙 竟然也都放了 好可爱啊 哎呀 各位叔叔 别这样看着人家呢 人家会还说的 你们这帮楼梨空 别给小姨我丢脸 修仙之旅挺幸福嘛 怪不得 家里遭难也不见人影 岳父 八少爷 都没了吗 八少爷 别听这个人胡说八道 老柳 放心吧 这种鬼鱼伎俩 是骗不了小姨我的 大鱼 把这群叔叔兄贵 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八少爷 我们还能战斗 八少爷 我们还能战斗 八少爷 您还有我们呢 一文的混蛋 肯定是想利用老柳他们的 今天你们恐怕一个也走不了 废物利用 门熟无数还蛮好用的 不关系 门熟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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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 apro Apa 这快帮我下事 我要去帮八少爷 什么东西 听到没有 我帮我下去 八少爷 您可千万有小心 要些驱散 去死吧 欢迎太慢了 这本少爷送你去衣服一家团员吧 八少爷 八少爷 你们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还看不清啊 八少爷 八少爷 公子 八少爷 不愧是叶家唯一的修仙者 可惜 大家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不在 就在你逍遥快活修仙时 皇上已下令对叶家满门抄斩 叶公 要是你在 大家就不会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时我在 有时我在 他就不会死 他就不会死 不死 我说 是的 他们会死 都是因为你不在 都是你 我不在 一空 你的灵气 记忆 灵魂 我全都要 都给你 都在 叫 唉 七月流火 这鬼天子快把小悠给热死 唉 光咋 明马虚架 投手 赶紧 赵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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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 那不错 什么玩意 大哥 好像是新店开张啊 各位乡亲父老 小店今日第一天开张 第一名顾客可免费货VIP全套服务 面馆也有VIP全套服务 姑娘 难道是让我去你家 你下面给我吃 两个猪脑的 你俩是不是傻呀 给小爷看清楚 是下面馆不是面馆 整天就只想着吃 出来混 吃早都要文化的 对不起大哥 失礼了 在下夜空 负责这一带的安保 乡亲们都叫空哥 今天呢 是为贵店送保安医生来的 这人有病 得治 谢过三位大叔 但本店刚刚开张 店小客少 说小女子请不起保安 此言差矣 我们安保工作除了24小时防盗防骗防敲诈勒索业务外 还推出12期免息分期付款服务 小爷我才封龄二十四岁 哎呀 好凉快呀 哎呀 别给小爷我丢脸 开业大吉 来者皆客 怎么回事 师妹 师兄 这三个白痴 是来收保护费的 哦 原来如此 姑娘这话也没说错 这汉政街做生意 都是我们汉政帮照顾的对象 敢问这位大叔 不知费用 每月要叫多少呢 每月三百元 我们龙虎山一身正气 怎能像这帮流氓低头 我要报警 报警 拜托 我们是来帮保安公司联系业务的 难道这也算犯法吗 小师妹 小爷我最喜欢的 就是欺负小姑娘了 你这流氓 不用像面就知道 是五行窃奏了 小爷等着你上 师妹请问 师妹 这什么东西 什么什么玩意儿 小爷竟然动不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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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啊 啊 这这这这这怎么了呀 这 三百块 有玩那么大吗 啊 这到底 是什么情况啊 啊 啊 苍南大陆 安国 南都城 月亮 月亮 是让只有娘亲对我最好 长大后 我一定要让她吃最好的 哦 是流星 喂 小鬼 别当着小爷 快离开 呃 要翻车了 啊 啊 啊 我敢丢他 我是流氓我怕死 少在小爷面前虚张声势 多傻 小爷我竟然夺掉一个小孩的 野空十二岁 镇南将军府 安国镇南将军 沧南大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不是白痴 这小子是金鱼吗 信息量少得可怜啊 这里的空气竟能同时感受到好几种气息 莫非是修仙小说提到的灵气 小丫头算你狠 竟敢聚焦保护费 还一整送小爷来这鬼地方 这鬼地方 这鬼地方不会真的有鬼吧 我的空 我的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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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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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了 快回去睡觉了 妈呀 见鬼啦 连宫儿都讨厌我 我不如死了撒了 这可怎么办 宫儿 你刚说什么 白痴夜空 原来他妈这么奇葩 怪不得没人爱啊 月亮 月亮 世上只有娘亲对我最好 长大后 我一定要让他吃最好的 傻子 你就放心去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妈的 我说妈妈 不 娘亲 我刚才是在唱 世上只有妈妈好 游妈的孩子像个狗 天哪 小游可是游妈呢 老婆子 看啥呀 走了个傻儿子 换了个冰雪聪明 英俊帅气的 你就偷之乐吧 空儿 方才 娘 吓到你了吧 嘿嘿嘿 果然不说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嘛 天下之大 比娘亲丑得大多了巨了呢 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 心灵美 不愧是我的空儿 娘 你没事吧 闲人板板的 这即兴发挥 用力过猛 空儿 怎么你 娘 你是不是觉得 今天的空儿 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方才月上来了位神仙老头 说我从今以后都不傻了 感谢老天 感谢老天 我的孔儿终于回来了 等等 别把笑意给弄死了 孔儿 孔儿 既然你不傻了 那娘得要多做点刺绣活 赚钱供你席文练武 等你长大后要有出息 不 还要绕好娘亲的脸 娘亲 也被人笑话惯了 不行 你以后是我夜空的娘 谁要冒犯你 我一定会做得他妈都认不出来他 傻孩子 又说痴话 怎么能因为别人看就揍人家呢 他们就是五行欠揍 你这孩子 孔儿 真是太好了 小哥哥 小哥哥来抓我呀 小姑娘 别害羞嘛 三晶半夜 扰人清梦 大晚上的不睡觉 鬼哭狼嚎的 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们 你们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三晶半夜哭丧似的 你们是受刑中上吊 活得不耐烦了 望你管家多多包涵 孔儿刚恢复神智 我一时激动过度 不经喜极而泣 所以 我李老四正人君子 会稀罕你这几个童修 李管师 请放心 我们下次不会了 半夜起来打惊 刚睡下就被你吵醒 我不就是拿了几两相钱吗 原来这是来敲诈了 可恶 这种人渣 应该打进十八层地狱 是我们孤儿寡母的 无法跟落实力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记得上次放在这 这这人 不是这 这找什么了 也没有啊 什么呢 在哪呢 找到了 李管师 李管师就等了 这么穷子 我李老四正人君子 会稀罕你这几个童修 李管师请恕罪 在孤儿狂母的生活 甚是结局 明早我就禀报二奶奶 说你们半夜巡华 你们就准备滚出将军府吧 你 嗯 嗯 嗯 什么 啊 清醒好吧 可怜可怜咱们 孤儿寡母的 好吧好吧 等上边放钱 你给我二两银子吧 谢谢李管师 谢谢李管师 哎 哎 这帅 是二两银子 呵呵 嗯 那我就不打扰了 是 是 二两 谢谢李管师 您慢走 嗯 那是什么 嗯 哼 哼 想就这么走 门都没有 我去 这傻子想干啥 放下同钱 给我娘道歉 否则小爷我绝不饶你 哼 不傻了还真把自己当爷了啊 小心老子再把你揍傻 哼哼 哼 啊 解招吧 你 要干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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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儿 住手 孔儿 不要啊 少少饶命啊 陈大爷 孔儿 再打真的会出人命的 别 孔儿 妈呀 被你下没命了呀 孔儿 要是闹出人命可怎么办呀 娘 这种恶奴 脸都不用像 就知道是五行欠奏了 道歉 老奴该死 得罪酒太 求爸少爷 饶命啊 孔儿 要不这事还是散了吧 光嘴上说说怎么能行呢 道歉 可是要拿出诚意来 咚咚咚 快点 快点 请上哪 拿来 滚回去告诉你主子 小爷我天不怕地不怕 就差他家来跪拜 明白 明白 那小怒我 先行告退啊 不懂人话吗 你管是慢走 我叫你滚 好 我滚 我滚 终于洗完了 去找夜空哥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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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醒了啊 小秦在院子里等你呢 快起来吧 吃食在桌上 没啊 难道他这整夜不睡觉都在做刺绣吗 啊 啊 啊 没事儿 我每次感受到伟大的母岸 夜空哥哥 夜空哥哥 滑溜滑溜的 啊 啊 啊 哎 真是个让人操心的家伙 平时总是流鼻涕 今天还流鼻血了 不过啊 以后俺可以用武功保护夜空哥哥了 武 空 嘿 哈 嘿 嗯 这舞蹈很好看 说不定 天空哥哥 天空哥哥 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很厉害啊 就你这花鞋绣腿 能打人 当然能 按缺失的爹娘说过 只要从影域的小人舞蹈动作里领悟 就可以练成天下无双的武功 但你也不能光顾着好看啊 该出力的时候就要用尽全力 换心的仇人就在前面 喀 哇 夜空哥哥好厉害啊 嘿嘿 嘿嘿 嘿 哦 哎 好啊 老夫 博览群书 这舞蹈宛如古书所记载的银舞一样 听闻巴少爷神志清醒 没想到居然还会银舞 不许靠近俺的夜空哥哥 哼 不一定要保护夜空哥哥 哎 小琴 放心吧夜空哥哥 他会保护你的 啊 这是夜空血管的张伍德先生 并非坏人 空儿 带先生进去坐坐吧 靠 一觉醒来多了个妹妹和老师 一下子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 先生 里边请 客气客气 张先生 我们先行告退 小琴告退 夫人 客气了 我们走吧 好的干娘 先生请坐 嗯 先生请用茶 好 我想请教先生 您刚说的银舞是什么呢 幸亏老夫博览群书 换一个人就回答不上你的问题了 银舞也称作银舞 既是高深莫测的武功 将南北大陆 将南北大陆永久隔绝 那银族后来怎么样了 唉 大概上古大战后 银族人口锐减 原本他们人口基数小 出生率低 所以逐渐消失了 关于这个也没有古籍记载影族人的去向 唉 不管怎么样 影族是真正的英雄 他们在生死关头 为保护家园 为保护别人 而牺牲自己 你这样想 老夫很欣慰 若你想修仙 那必须得要坚持埋头修炼 一再提升自己 莫要再重蹈影族的覆辙呀 先生的意思是 我可以修仙 那凌空来回翻身旋转 如果不是修仙者 又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怪不得 我可以感受灵气 刚才又突然 使用银武的招式 但切记 要低调 修魔者 每天都杀人夺取功力 修仙者的身体 就是他们修炼的好材料 平均每六秒钟 就有一个修仙者被杀死 仙道无情 修炼残酷 低调是需要 但老夫希望 你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放手时就放手 仙人仙人 是仙也是人哪 夜空谨遵先生教诲 无论小月修不修仙 也一定要保护娘亲 把娘亲的脸治好 夜空哥哥 别偷懒了 快跟俺练舞 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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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儿 这舞啊 是好看 但空儿 男孩子 还是好好跟张武德先生 学学学问吧 二 三 四 将军啊 可不会同意你跳舞 给别人看的 干娘 这是超级厉害的武功 我们能用这武功 保护你 好了好了 我去摸剪刀了 娘亲慢走 干娘慢走 三少爷 这边请 三少爷 您一定要为老奴所主啊 哼 本少爷 今天非揍死夜空的 傻子不可 三少爷 您得小心啊 那傻子 现在又拽又狂的 哼 我夜舞 堂堂夜家热血男儿 会怕一个 惹 惹 惹 傻子吧 我好了 大胆 你竟敢行刺三少爷 没有 我没有 你别瞎说 把他给我赶出去 是 臭娘们 来吧 过来 放开我 快点 我没有 你们放开我 快走 快走 老实点 可怜 可怜我们孤儿刮母 给老子安静一点 干娘 是你闲人板板的 快放开我娘 哼 打开 太大了 可怜 可怜 你不要过了 敢跟我斗 你这个弱鸡 真是个智障 我看你肯定是五行欠奏 哼 哼 哼 苍蓝通背拳 天罡举 死你伯伯的 是你的记忆 他害怕 不要啊 空啊 叶空哥哥 送你 空啊 叶家 不需要弱者 弱者 真没意思 空儿 空儿 叶空哥哥 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叶空哥哥的 臭丫头 快滚开 啊 啊 啊 大哥哥 大哥哥 你快起来 你快起来 哎小鬼 是你 难道醒了上天了 我 我的身体害怕了 害你受伤了 但是你说过 你要替我照顾好娘的 苏蕙 你这身体不配合 我可搞不来啊 我 我不怕了 大哥哥 我答应你 对 是男人 就快向引族人战斗到最后 没有遗言了吗 没有遗言 那你上路吧 啊 叶空哥哥 啊 下 小爷可是倒上混的 每次打架都让对手进ICU 收不到保护费就事不罢休 还因为喜欢甜食 连小孩的波板糖也不放过 但比我贱的家伙多了去了 像这些欺负弱者 甚至连女人都不放过的 道上的规矩是军不允许的 脑子坏了吧 三哥给你修理一下 啊 哼 倒下 快给我倒下 你这弱子 啊 怎 怎么可能 哼 我的回合 在对手面前动摇 一看就不是实战经验不足 你不过是个欺负弱小的肉脚罢了 啊 啊 给我去死 啊 啊 这一拳是傻子的 这一拳是我们娘亲的 啊 啊 这一拳是小琴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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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孔儿 快出手 啊 哈哈哈 想跟小爷的 你还走了十年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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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儿 快出手吧 你要不想你伤害兄长 啊 别打了 啊 啊 求你了 空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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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动欺负弱者的弱鸡 就是个垃圾 快点给我滚出去 啊 八少爷 我知道该怎么办的 好嘞 我滚咯 来人啊 来人啊 小美女 约吗 别害羞嘛 一回生 二回手 三回四回是朋友 五回六回亲戒手 七回八回搂一搂 九回十回 你懂的 啊 啊 有流氓 快来人哪 嘿嘿嘿 就决定是你了 小爷在这苍南大陆 蜡鼠所催的第一朵花 八少爷 来嘛 让小红姐亲身教教你 人体 嗯 妈呀 妈呀 怎么办啊 现在有 女流氓 啊 娘亲啊 来人啊 有女流氓啊 啊 啊 小周同志 你这警惕性可不行啊 我们的工作是守内院门口 万一途中有人闯进来 知道了 知道了 妈呀 女流氓 这 你是 这里是叶浩然那老头子的住所 要是叶浩然那老头子教我武功 那小爷岂不是就能征服那女流氓了吗 跟你说话呢 你们凭什么不给我进去 小爷我可是将军叶浩然的儿子 放我进去 阿少爷 小的今天听说您脑子好使了 那您想想 为何各房太太少爷小姐都住在内院 唯独您是 小鬼 不懂字吗 告示牌写明 夜空与狗不得入内 Fuck you 我读书读得少你不要骗我 那明明是图不是字 正想去这傻子找点乐子 没想到他傻得要命 却主动送上门了 夜空 夜空 脑袋空空 八少爷 还是请您回去吧 呸 怎么了 不满就回去跟你那女鬼老妈哭鼻子去 混蛋 不许说我娘的坏话 救 救命啊 傻子打人了 来人呐 有人擅闯内院 擅闯内院者 你刺客轮处 你刺客轮处 在夜家 我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活不下去 夜晚 当我这死 我还以为谁呢 原来是八弟你呀 有何贵干呢 看来二哥 也不想我去见父亲吧 八弟 唯兄平日那么关照你 怎么会不许你见父亲呢 其实父亲最近闭门谢客 别说是你 就算我也未必接见 不过 过两天 便是父亲主持的每月竞技 其实八弟你 定可见到父亲的 那二哥的恩情 我可是要百倍奉还才行啊 娘 我这就去内院 找老爹去 孔儿 孔儿那傻孩子 瞒着我去参加竞技 请圣仓 一定要保佑他平安无事回来 安国令八月初二 竞技日 你不是个大傻子吗 对啊 我看没什么 老爷 即时制 可以开始了 好 那么我宣布 本月竞技 正式开始 开始了 开始了 好重观啊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加 第一场 夜龙对夜空 小子要挨揍咯咯咯 拼得住三招 我就叫你爷爷 给假夜龙 给那傻子的厉害瞧一瞧 给他厉害 滚下去 别以为练几天长跑 就能跟俺比 只有废柴才会滚的 连人和柴都分不清 看来你个傻子 真是一个爹生的啊 混账 你说什么 卑鄙小人 耍无赖 耍小聪明而已 哈哈哈哈 出来混是要靠脑子的 看招 联系普通相机 哈哈哈哈 没用的没用的 俺的称号 是铁甲烈龙 疼死小爷了 夜空那小子挺机智的 颇有老夫年少的风范 这几天老夫也恰巧 暗中观察他的训练 也够刻苦 只可惜对手是夜龙 实力相差 太大了 老夫只是勾退 这小子居然还敢投妹妹 我夜家子孙 真是青出于懒 而胜于懒 别怪四哥没给你先礼后兵 这回就让你尝尝 我杀锅大的拳套 到底有多厉害 静计禁止穿戴防具 听说你是铁甲夜龙 你这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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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你 你是不是铁甲 禁止攻击要害 夜空 你竟敢暗算俺大哥 俺又跟你拼了 跑死了 静计禁止武器防具 禁止攻击要害 身为夜家子弟 你不知道吗 老爹 所谓不知者无罪 二哥说这静计 是一年零段捉对厮杀 可没说这些规矩啊 只是叫我今天过来而已啊 夜文 这是怎么回事 禁报父亲 方才夜空都是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孩儿当时说的是捉对比试 请父亲明察 傻子 你竟敢算计我 别扯这些文字有戏 夜文 你可要告诉夜空竞技规则 没 没有 父亲 这夜文 肯定又想耍上夜魔 父亲 此番夜空之过 乃孩儿之事 请允许孩儿挑战夜空 孩儿定当做好兄长的本分 用实战教导八弟 竞技的规矩 我靠 这夜文是信经吗 嗯 是 好好教训这个小子 别让那傻子嘚瑟 就是那小子 喂喂喂 小爷可不是随便的人 这挑战未经预约 我可是要拒绝的啊 这竞技中挑战是男子汉之间的对决 是不可拒绝 不过可以在众兄弟里挑选一个做你的帮手 还没什么玩笑啊 他们不对我下手 我也算帮大忙了 嘿嘿嘿 不行 我是流氓 我怕谁啊 小爷可是让老头子教我武功的 怎能在这里推缩啊 二哥 请指教 好 老爷人 带夜闻夜空去准备吧 其他比赛继续进行 是的 老爷 想不到八少爷练了负重跑后 可以带上一个兵器库啊 这下你满意了吧 挑战赛正式开始 打怕那傻子 不用留钱 本市统根生 相见好过瘾呢 二哥 请问规则第二条 是否倒地不起 或者对手身体完全离开擂台为败 规则第五条 是否禁止攻击对方面部 眼睛 当不等要害 第六条 是否禁止对方使用暗器 第七条 是否不得使用武器 八弟 你把规则记得很清楚 我们开始比试了 二哥 若是 别说话声了 再一枪 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你活不下去 那傻子挂了 玩脱了 你怎么敢跟我二哥的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感觉 仿佛就像夺舍石那样 那是福州大权 龙虎真人 我脑海里竟然有这本书 不过没啥奇怪的 连着富重跑 小爷身上还能把一兜当四尊口袋的 差距太大了 这场比试已经是胜负已分了 这真没意思 只为其苍蓝通辈犬就扛不住了 傻子 去死吧 你跟你的女鬼老妈都没资格在叶家活下去 看来这场比赛已经有结果了 那么我宣布挑战赛叶文乎 这胆敢惹怒小爷 说我娘的坏话 管你是叶文还是叶温 我都不会放过的 好险 快放开我 你这傻子到底想怎么样 难道他是想同会于尽 出来混是要靠脑子的 这比赛要赢 当然是要利用规则 等一下 这小子太难以绰计了 二队啊 挑挑战结果 是 这是 挑挑战赛 叶空生 这啥能力啊 他成派 他不行他成派 同赛 同赛 怎么可能 我哥不会输的 明明他们两个都离开了擂台 竞技规定 谁先离开擂台 谁算输 可恶 尽死小爷我了 明明赢了 那个老头就是诸多借口 不教我学武 叫管家每个月 多给二十两银子 立钱有个屁用啊 小爷收个保护费 都三百块了 你本身资质太差 又错过了练武的年纪 骨骼结构已经定型 想以武道有所发展 是绝不可能的 就算付出再多努力 也难成大器 不过 为父见你口齿凌厉 才思敏捷 不如弃武学文 做一首锦绣文章 将来考个功名 也是可以登堂入室 辅佐君王 光宗耀祖 是他仙人版本的光宗耀祖 小爷在地球的九年义务教育 还没上完呢 你别流氓 仙人 当时那妖头不是说 自己是龙骨山派的人吗 这补符咒大权 跟我融为一体 在我的脑海里 不学武功 要去当仙人吗 小爷我这脑洞 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就算这里是异世界 水灵气和木灵气 都充盈了不少 不过火和金的灵气 几乎无法察觉 难道这灵气 跟早上是相反的吗 看来这修仙 说不定是有戏的 这里不就是上子和傻子 发生多少大战的地方吗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难道这里是小爷的脑海 或者子服 那是什么 这 过去看看 这是 上一回竞技 还以为给那夜门给打傻了 原来小爷的脑袋 真的能装书啊 只要看了这本书 小爷就能够使用符咒 有了仙术 小爷肯定比那夜门人的老头子 还要强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打开方式不对 不好了 睡多了 也对身体不好 别看你过来这样的话 别看你过来这样的话 你要健身都是挺棒棒的 你刚喝三天就好得差不多了 再坚持三天肯定全好了 娘 我错了 我以后都不乱休闲了 求你放过我吧 别在那黑暗要上了 孔儿 听话呀 别别别别 八弟 八弟 看到你这么精神真是太好了 维兄 给你送来的些点心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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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先喝了 八弟 大哥 八弟 大哥 大哥 八弟 大少爷来得正好 一起来尝尝这款对身体棒棒的药膳 来 吃吃喝 闻一娘 真是不好意思 父亲有急事 要我带八弟过去 下次有机会 我一定会尝尝的 大少爷 你真客气 孔儿 记得早点回来吃饭哦 听父亲说 你习武年龄虽迟了 但现在神志清醒 聪明伶俐 在跟学馆的老学 纠商我的先生习文 虽然张先生为人很古板的 不过师叔文章堪称一绝 八弟将来必可考取 我只想识点字 到时候出来混可以方便点 但没考取公民的打算 大哥 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多人啊 八弟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 其实我这回特意从军营赶回家里 是因为万全真人的到访 八弟 万全真人答应给我们一家子弟 检查修仙姿势 但是除了你以外 大家都已经被确定 是没有修仙前置的 所以八弟 拜托了 你是我们叶家 唯一的希望 什么 没听错吧 真的是 有仙人 万某停留在筑基初期数十年 寿原将至 却毫无突破进展 本欲借此书突破 不瞒叶将军 五年间 万某跑遍各大修仙门派 灵耀山 清明谷 花间派 刀剑雾 连修魔的殷师宗都去了 但那些门派的前辈 一致都认为 这是无用之物 没有灵气流动 无人认识 里面的方筷子 此书水火不侵 夜晚还发出荧光 怎会不是仙书 此书乃是 冰破寒蝉所土的丝之旧 自然是火不侵 那冰破寒蝉之丝 虽然珍贵 但也不是什么 太稀罕的物件 叶将军 这东西确实对外面无用 还是叶家妥善保管吧 既然没用 那你还他喵的 看个五年 这是修仙者 用来存放书籍口诀的灵简 只要把仙家神识放进 就可以阅读 万年以前便是如此 所以 没有仙家前辈 会把口诀和功法 写在凡人使用的书本上 除非是让没有神识的入门者 学习的最初级功法 就算如此 老夫要这入门功法有何用 我夜家保存了数百年 没想到 竟然不是仙家宝物 还让真人奔波五年 夜某真是惭愧惭愧 将军不必沮丧 也可能是万某目不识出 将军还是妥善保管吧 毕竟冰破寒残 也不是常见之物 夜将军 这是我从灵药山带来的无垢丹 一瓶二十克 虽然这对修仙者没什么用 可对你们 还是有驱除百病 延长十多年寿源的功效 一颗就十多年 如果二十克一起吃了 哇 那我夜耗人不是可以多活二三百年 无垢丹每人一生只能吃一颗 第二颗就无效了 真人的好意夜某心领了 方才夜某一请真人 为我夜家子弟检查修仙资质 夜家把这本千年宝书 借给万某参阅五年 实在感激不尽 今天夜将军提出 让老夫为夜家夜门子弟 检查修仙资质 也算是老夫还了人情 没想到 没想到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夜耗人堂堂一个大将军 抄八岁的子女有三十二个 却竟没一个有修仙的前置 莫歇 我把八弟带来了 真是机不择时 傻子带来有什么 我们都没有 您跟阿子 都没有 我赌五毛 他肯定没有 如果他有 我养的阿黄也有 阿黄那狗还通人性了 那傻子跟猪圈的猪一样 以前吃饱了还会哼哼呢 显板板的 一群狗眼看人低 却连灵气都感受不到的傻子 夜空 你这小子竟敢在禁忌会上 让我家夜文受到凶了 我家大丫头小红说你调戏的 李老四又说你啰嗦的 我要让真人觉得你简直是个魔鬼般的存在 就算有灵魂也不会熟你 夜空子子 桀骜不驯 明顽不灵 其性子凶暴无度 雅兹必报 如果他修炼仙术 对我夜家 事过非福啊 放肆 你这妇人坏我大事 夜空虽脾气不好 可毕竟才十二岁 哪有你说的如此不败 真人见笑的 在下没管好家中 我这八子从小头脑混沌 口齿不清 最近刚刚开窍 对那些嘲笑之人 可能有些言辞不大 让别人以为他 无妨 大哥 我还是回去吧 娃娣 你这是干什么 夜家有我没我也差不多 这么多兄弟 个个都英俊少年 为傻子 来干什么嘛 八弟 这必定是二房的人 从中作梗 我和父亲都不知情 刚才父亲已经训斥了他们 你可不能走 你走了 就是给我和父亲撂脸子 那好吧 既然大哥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进去吧 空儿 快叫仙师爷爷 夜空 见过仙师爷爷 仙师 你的魂魄 受伤了 回仙师爷爷 之前我闹着玩 自己打坐修炼 不小心弄伤了 我靠 这仙人是正品 一眼就看出我魂魄受伤 自己修炼 你胆子还真不小啊 来 伸出手腕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灵根 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头呀 快点头呀 真人 犬子 有希望吗 有是有的 好 哈哈 哈哈 妈咪 这太好了 哼 不过 哼 想也就知道 这事肯定没那么紧张 等等 镇人方才不是说 犬子有灵根吗 恕老夫直言 贤侄他的灵根 是万某建国的灵根中 最杂乱最低级的伪灵根 啊 最好的资质叫单灵根 也叫天灵根 这类修仙者对某种属性的灵气特别敏感 只要配上同属性的功法 修炼就很快 原因是以前没有平静 但一千年才出一两个 其次是双灵根 若是变异灵根 如木灵根和土灵根相结合 是雷灵根 水灵根和木灵根相混合 便是冰灵根 那也很不错 也非常难得 若是灵根属性相冲相克 如火灵根和水灵根 修炼中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三属性的灵根比较多了 很多助击器的修仙者都是三属性 万某正是这种资质 这类修仙者除非有奇遇 否则一生都不会冲过金丹气 四属性开始已属于伪灵根 别说要助击 就连达到练气器顶点都困难 当各大门派收不到资质好的时候 四属性的伪灵根也是收的 最差的就是伪灵根了 那已经不是一般的杂乱了 修炼绝对不会有前途 事倍功半 这种人修炼一辈子 连入门都困难 贤侄正是此类自治 此子修炼终身 也不会突破练气前期 且不一定比凡界武林高手 强得了多少 所以还不如跟将军习武 习武错过时间 修仙又是最垃圾的灵根 无论如何 求真人能收犬子为徒 犬子自治虽极差 但也算有灵根 他学无以迟了 所以不管犬子日后修为如何 只求让我叶家出个仙人 老天 贤侄爷爷 我虽然资质欠家 但能值得苦中苦 哼 贤侄 你当修仙 是当码头苦力吗 先生爷爷 此言诧异 听说修仙者的成就 并非由资质决定 最好的灵根 也不是天灵根 哈哈 愿闻其想 决定修仙者未来的最大因素 不是资质 而是仙缘 最好的灵根不是天灵根 而是苦灵根 仙缘 也可说是运气 比如修仙者资质不错 但运气不佳 先路曲折 一不小心走火入魔 或刚出道就被人砍了 甚至还出过天灵根修仙者 在结丹时 被独床咬死的糗事 相反 有的修仙者资质平平 却先与其家 出门走道 提到灵宝异物 上个厕所 捡到战谷秘典 贴得上压下 等于惊天神兵 这些事情 我在张伍德先生的藏书中 都有看到过 哈哈哈哈 那贤侄说说 苦灵根是怎么回事吧 仙徒一道 艰险无比 必须有摒弃杂念 刻骨修行的决心 纵使你灵根再好 仙缘再加 不刻苦努力 到头来 也是白费啊 好好好 有礼 叶将军 你有个好儿子啊 犬子胆大妄为惯了 还请真人 不要见怪才是 小子 干得不错 这事有门了 当个神仙也不赖嘛 虽然你说的有礼 可老夫 也不能收你 为什么 你性格冲动 爱出风头 言辞犀利 胆大妄为 而修仙 讲的是淡定平和 无欲无求 在修仙见混 讲求的也是藏桌宁人 凡事顺乎自然 所以 你的性格 极不适于修仙 修仙者追求天道 追求长生 这还算无欲无求 难道境界的提升 力量的增强 得到厉害的法宝 都不激动 都不高兴的吗 再说了 修仙者要已经能达到仙道顶端 那又为什么要隐忍呢 天下第一仙人 当然不用隐忍 可真正站在仙道顶端的 又有几人 我不收你最大的原因 就是怕你这吃不得亏的性格 为我黄州万家 热来灭门残祸 你姿势又差 若这冲动张扬的脾气不改 是不会有门派敢收你的 然而大丈夫 的确是要能居能伸 可活得不潇洒 那这仙星的也太无趣了吗 就算是活一千年 也不过是个千年的笑话 难道仙师爷爷就是个笑话 还是个处男吧 放肆 给我去从此对着祖宗自行 不改掉坏脾气 勿执出来 这是 天哪 这竟然是汉子 天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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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了一个好儿子 虽然言辞过激 不过句句在理 老夫这次回去定要指个娘子 还是贤侄点醒了我们 不过 先知在日后行事之时 切记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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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真人见笑 都怪我叫死 好 叶将军 我来意已了 就此告辞了 后会有期了 真人慢行 真人再来玩了 再见 叶将军 回去吧 真人 下次来的时候 帮我代购几箱灵药吧 朋友 欢迎来到苍横大陆 见到熟悉的文字 是不是很开心 我也军的奸行 是我修炼千亿年的祖籍 主打 这是我留个血 想要见面礼物的 谁让你看这破书的 赶紧回去收拾 准备去宗祠自行 是 八少爷 这铁铭牛的肉可真香 吃的可真带劲呢 来来来 八少爷也来喝一杯 刘将军 我是对着祖宗自行的 怎能喝酒呢 少喝一点吧 其实我也不应该喝酒的 那 我就陪刘将军喝一碗吧 这就真香 还带着股清早香呢 柳将军 这铁铭蠻牛真的这么厉害吗 都受了重伤 还害了几个兄弟受损 才抓住了他 当然厉害 铁铁铭蠻牛 是无阶专品零售 个头是普通流的三倍之多 刀枪不入 皮可做铠甲 骨头可入药 脚可做铠甲 去 柳将军果然是武艺高超 连这么厉害的铁铭蠻牛 都能征服了 请受夜空一拜 在下可是十五岁 就跟随夜将军征战 至今十三载 要不然将军怎么会让我 来看守夜家宗祠里的宝物呢 要不是是只落单受伤的铁皮鸟 老柳时常没有能不够赔 就是就是 宗祠里的 说 来来来来 喝喝 别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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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 柳将军 哎呀柳将军 哎呀 今天真是喝得进行 还能喝 哎呀 让你们少喝 小到了 哎 要是有个小铁签开锁就好了 看来只能等待五天一次的回家了 华弟 华弟 陈一娘让我过来送被子给你 华弟 一个人在这儿害怕吗 不过还好 外面有清兵守着的 没事 其实大哥我以前也被父亲罚过一次 真的吗 是的 自行大概也是一个月左右 华弟认认吧 大哥 放心吧 华弟 我这就回军营了 那边不能离开太久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嗯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那大哥走了 对 八尔勺 哎 大哥 等等 我耳朵也痒 十多年前 南都 是在蛮族奴役下的 顿宝之地 叶昊然功勋卓越 现任陛下登基 也有很大因素 因为他拥兵力点 陛下登基后 担心他攻高盖主 发配到边陲 来束手对付王 在四方百姓的建设 以及印加军 一次次打退蛮族的清朝之后 叶显然 帮助一般的士兵 在这里当起的逍遥将军 南都城也从此成为了安国八州中仅次于国都的繁华城市 还有这怎么做 这冰盲当白痴白症 还有响 要不用上阵 老夫回去让我儿子去报名 这才叫整珠备战 要是开战才招出训练 那这火枪 等着死啊 招兵丁 难道要跟南族开党吗 放开 放开 快让开 快让路 安度假期 共温快递 拜见镇南将军 您的快递到了 是安度方侍郎急信 请查收 辛苦了 包邮吗 回将军 不包 方侍郎倒是越来越抠门了 叶财 帮我付个邮飞 是的 老爷 去 又让我付有份 谢将军 将军 京师那边 不是呢吗 陛下接连在朝上 视我按兵不动 任由蛮族发展 所以 这次我要上京一次 下午就得动身 陛下为何不降旨 让你脚蛮 却在朝堂上骂你 陛下 是要向文武百官 表明立场 若是有灭蛮族的那一天 也便是我们家破人亡的一日 那老爷 这次上京 岂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放心吧 只要蛮族不灭 我叶家都会大小平安 这次我要让陛下对我放心 所以得多带些财宝 过去疏通关系 为了让陛下放心 我要多住些日子 家里就交给你了 平时不要在外面惹是生非 家里也要和几房搞好关系 你争我逗的 会让外人变孝 谢谢您 老夫老亲了 有什么好摸的 老色鬼 怎么样 老娘不比那些小狼提示 好吧 老爷 你不在 奴家可怎么办呀 放心 办完事 我就回来 安心等我回来吧 浪天 你们使家表演 等叶浩然一年 我就让你知道 在叶家 我可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们活不下去 等等 将军 巴少爷在宗祠面壁思过 已经一年多了 忘了叶空那小子 已经待了一年多 以前最长都只是自省一个月 那就请先生让他出来吧 我来不及和他道别 今后有劳先生教导他 让他少惹祸 多读书 莫要和兄弟们争斗了 将军言重 老夫定不负将军所托 好了 诸位 那我就先走了 补上事物 劳烦挂息 恭送将军 这人 看我怎么收拾你 想到蛮了 不许蠢头发 不许打脸 在叶家 我可有一百种走法 让你们活不下去 这个话少爷 我 看我跟他怎么收拾你 他少爷 是兄弟就来比武 八少爷 是兄弟就来比武 老柳是第几次了 自八少爷息武后 他就没赢过 八少爷 是兄弟就来比 二十七少爷 一定能赢 一年间 八少爷的武艺成长得有点可怕 还是多亏你老柳的不吝止教 来 领教领教 有某的新招式 旋风滴滴打 修炼了五行生鲜精的功能 夜空变得耳目清明 脑筋灵活 伸手矫健 现在恐怕武林高手 也没多少是他顿手 哎呀 第三百六十九战 小爷目前是三百胜 五十一平十九步 哎 我输了 夜空哥哥 夜空哥哥 卢秦 夜空哥哥 将军说 你可以出辞了 哈 出辞 谁想要这个小面子 谁想要这个小面子 可以啊 我可以啊 新修仙狂徒 儿十八同仁之静迹 夜空队月文 每本二十个同板 本本刺激 绝对物超阻值 你这比利师傅 且他中路 你这两万 这个东西阿姨 还一晚上 麻了一晚上 快不行了 要快去药店买单上 把纸线服务 龙舌帮大约一顾份了 最简直是 等一等成是外衣外衣 太狐烦了 请问那边药房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还不是那群混蛋龙舌帮吗 分别就是要狗事 夜空自从修认了五行 升仙金 就获得了千里眼 和顺丰儿的技能 不打了 别打了 求求你们了 求您让龙舌帮他诸位回去吧 小的以后会准时交保护费的 你 你意想如何 叶大人 今儿小人就是要请您来主持公道的 上个月 我这两个兄弟来说保护费 竟被打了一顿 出来混最讲究的就是道义 作为大哥 这回我肯定要为他们讨回公道 既然如此 那本官可要为贵帮主主持公道 大人英明 这些刁民不是规矩 日后必定也不利于衙门办事的 你无名是衙门客了我们家的隐喻后 说连不到武功而打了我们一顿的 你们这些官匪勾结的败类 那你得好好教训下这个刁民了 小的明白 来来来来 把少人说 邀请大家一起吃锅看戏 简直有份了 不吃败不吃 你们这些人可真喽 练习安保业务 怎能损害他人人身安全 和个人财产呢 这是八少爷 让你健身一下我的厉害 小鬼 干掉李堂祖的位置就是我的了 臭小子 少在我们面前得瑟 那就让你们领略一下 小爷的修行成果吧 这会不会搞出人命 各位不用担心 他们只是片刻失去意识而已 傻子 你来干啥 这些年没吃我的拳头 身体不舒服了吗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海哥成年前待在叶府的时候 也是只会欺负弱性 如今和我爹的关系 在官府当差 竟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不知廉耻的 与龙蛇帮玩官府勾结的屁外交易 实在让人 轻佩轻佩 久仰久仰 早就听说 叶府就是个草包 傻子 别那么得瑟 就算我今天不教学 龙蛇帮也绝不会放 公子真是英雄少年 敢问尊姓大名呢 我叶府八少爷 叶空 行侠仗义 从不留姓名呢 叶府八少爷 果然是英雄少年 在下卢骏 家里有一块隐藏武功秘籍的宝玉 想请八少爷到寒舍剑上 武功秘籍的宝 该不会是 是大傻和小丹 你们也随小爷穿越了吗 没想到我家丫头经常说的八少爷是个仙人 八少爷 仙人要吃饭的吗 小爷还以为 你们是我以前的小老弟呢 哥 咱们还是快看影域吧 那就请八少爷 看看我们的船家之宝 影域吧 祖传这块域是以前影族流传后世的 在月光照应下会出现影族的舞蹈 据说那是影族的绝世武功 啊 影族 影武 跟张武德老师说的一样 没想到 这里还有3D效果啊 这是多少的效果 无子必战 这 这就是 真正的影舞 消失了 祖上传下这块玉时说过 若有人参悟里面的武功 这块玉就会变成一块普通的白玉 再也看不见其中的舞蹈了 八少爷 看来你是被选中的人 啊 我 小翼 嗯 今天的事 龙蛇帮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算账你 我们以后就跟着八少爷干事吧 啊 八少爷英雄少年 我们兄弟俩今后定当跟随八少爷 对抗龙蛇帮 对对对 不管上砧板 下油锅 俺 卢役都第一个上 啊 仙人版版的 小翼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啊 哼 不过这也不错 小翼可以改一改 这道正风气 那你们知道 龙蛇帮老大在哪儿吗 范九蛇 每晚都待在藏春楼的 啊 范九蛇现在每晚都待在藏春楼 八少爷 您该不会去找范九蛇吧 嗯 没错 秦贼先秦王 不行 叶空哥哥 我不让你去 是啊 八少爷 这万万不可 范九蛇绝非范范之辈 听说 他还懂什么巫术 啊 放心吧 小爷不会有事的 叶空哥哥 不好惹 那我们就更有必要早日把它除掉 以免一夜长梦多 还有啊 你们先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躲一躲吧 小秦 八少爷说得对 咱们应该相信他 嗯 小秦 你戴上这些纸服防身用 隐身服短时间内让人看不到你 定身服能让人一时失去知觉 好的 叶空哥哥 等着小爷的好消息吧 叶空哥哥 你一定要平安肥了呀 小哥哥 过来晚了呀 晚了 我让人家陪你好好 这藏春楼可是好确实啊 你再待会儿再给你唱个小曲可好 新任承受陈大人那边的关系 叶某已经帮帮主疏通好了 叶豪然上京的这段时间 贵帮可以放开来办事吗 哈哈哈哈 听说今早有个弄服输的小鬼 跟本帮作对 哈哈哈哈 范帮主多虑了 那小鬼叫叶空 并不是什么仙人 化名是叶府的八少爷 实际上是叶府的野主 而且还是个白痴 以前还是靠吃我的拳头掌 哈哈哈 要是她是仙人的话 范某倒想见识见识 小哥哥 子 小娘死嘛 小身就像自你 不冷啦 乘死了 诶诶 诶诶诶诶诶 peggy 诶诶诶诶诶诶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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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吵诶 诶诶诶诶诶诶 nécess诶诶诶诶诶诶 看死我了 什么人 你看我一眼 谢谢范帮主的后礼 小小意思不成敬礼 希望叶大人继续给我们提供情报 一定一定 范帮主不必多虑 叶家那傻子绝不是你的对手 那叶某告辞了 四肥斩 不知死磨 火辣肥蛇拳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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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仙人版版的 一上去就特车全开吗 伸手不错嘛 当然 哪像你这个死为宅啊 看看谁是死吧 老大 走 娃少爷 哼 谢谢你们 接下来 可是要靠舌尖上的战斗 你屠的小鬼 果然是很傻很天真 确实隐身术 能瞒得不我的天眼术吗 这天眼术 既查看隐藏之物 也能了解其他修仙者的层次 喂 你到底有人在这儿听我说话呀 你笑个屁呀 小爷的师父 万玄真人经常说啊 修仙者 切记要低调 黄州 万家 万玄真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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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